我們要知道冷氣平常時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它可能會出現的一些情形 小事先帶我們了解一下 喔 冷氣 通常像我們經驗 在夏天然後遇到很多中古車進來 那我們常見冷氣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它這個寫的是空調系統異音 就是我們剛剛在說的壓縮機啟動的異音 那通常壓縮機我們如果用肉眼去判斷就是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剛剛像那種啟動的有沒有雜音異音 那第二個就是說它的那個管路啊 有沒有洩漏這個冷凍油或是冷煤的部分 其實你高壓管低壓管你用目視其實是可以看得到它滲漏 那再來一個當然就是冷氣的冷度不夠 就是剛剛我們量這個小獅子的這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 你看看高大哥還在聞他手的味道 我那個車可能有一點異味 因為裡面有很香的雞腿跟便當 那你有說夏天或者是雨季啊 那那個風香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有卡了很多汙垢 那就容易會有霉味 其實我們也常遇到霉味 就是你一打開喔 一出來的那個新鮮的第一道空氣 其實都是充滿了霉味 那個很不舒服 感覺聞的會生病 所以高大哥剛剛的動作是正確的 因為他剛剛手放在上面去試溫度 所以出來聞聞那個味道是 我的感覺是 我去把手放在那邊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我會要去感受 那個如果真的是夠冷的話 你的手應該放大概30秒 你會承受不了那個冷度 大概在5度的話你會覺得 我的手要冰凍了 那第二點是 我這樣可以聞聞那個裡面的味道怎麼樣 那第三點就是 那個風速有點不夠 風速有點不夠 他開在1的時候我覺得風速稍微低了一點 所以光是這三樣 我覺得冷氣可能真的都有上術的問題 沒那麼健康 但是高大哥你還沒告訴我 那到底是什麼味道 就是 就是迷人的雞腿味 雞腿變大 可是我一進這個車的時候 我看到有幾個現象 那讓我馬上起了一點警覺心 就是 它上面有還蠻多的芳香劑的屍體 它大概有兩三個芳香劑在上面 那我可以聞到那個 舊的芳香劑的味道 可是我沒有聞到 新的芳香劑的味道 因為沒錢 所以我知道 乃哥最近真的是比較累 比較忙 沒有時間整理也沒錢這樣 所以這台車你會覺得 它可能有一點點狀況 那每個人的買車需求不一樣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 比較不會考慮 你就不會考慮 我有偏窗還三門的 冷氣不要無所謂 乃哥買這台車功能性不一樣 那戰車會用的 謝謝 但是它是為了老車換新的那個 摺底下錢用 我也想學梅哥啊 用那個M5來佔摺 他說真的 他買這台如果是三萬塊 他到時候去買新車 他換購摺五萬 對啊 一個太能滿 對啊 是為了這件事情 這是目前我們看到 那一台206的狀況 但是一般我們冷氣 還有哪些要去判斷 那最後一個 除了異位以外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空調 你打開之後沒有風 或是風量不夠 剛剛高大哥說 我那一台車就有這個問題 對 比如說你轉到最強的 結果你覺得它出來的這個風量 是沒有到最強的感受 那或者是說 我們不是常常會轉換這個 切換這個吹的位置 頭啊 腳啊 中間啊 你怎麼轉它都 永遠吹頭吹腳 對 永遠都 等一下我切給大家看 你按的時候 旁邊那個線是要跟著 拉著作動的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幾個比較常見的 一個關於空調部分的問題 先解決大家這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剛剛的車子 真的有類似這樣的狀況的話 梅哥 我們要注意喔 有哪些地方可能出問題 這邊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實際的東西 我們直接拆了出來 那在這裡大概冷氣 就是主要的元件 壓縮機 膨脹法 鼓風機 像比如說你說風很小 或者甚至會覺得開冷氣 冷氣裡面有老鼠在跑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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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那個聲音嘛 異音就是這個東西出來的 然後再來比如說你冷氣濾網 等一下我們可以實拆看看 冷氣濾網如果髒掉的話 其實是會影響出風量的 因為它的過濾阻抗太高 那像這個冷凝器啦 蒸發器啦 這些東西如果有滲漏 或者是髒了 那就有可能會讓你的冷氣不太冷 或者是說甚至會有怪味道 那尤其我們講的 剛才講的發霉什麼 其實都在這個地方上面 週末 它的劑困 其實 剛才 端